時間接近5月 然後常常會有門診的病人來告訴我說 他臉紅紅的 要不然就這裡紅紅的 然後他就會跟我講說 他之前看過A醫師 A醫師跟他說紫肉 然後他很疑惑說 B醫師跟他說九招 然後當然那個方間的美容師跟他說敏感激醬 所以 有一個題目我們想要在今天跟各位談一談 就是紫肉跟九招到底怎麼區分 這也是這十年來的皮育可以是很夯的一個話題 紫肉性皮育鹽 就像我們一直以來談的 紫肉性皮育鹽的定名就是 油脂太多露出來叫紫肉 那九招的最原始 在三五十年前九招的發作 其實一開始認為是從毛郎鹽開始 那毛郎鹽當然也是跟油有關 可是很有趣的是這樣子 就是 九招最原始的毛郎鹽 最原始最原始它其實在兩甲 這裡長青森豆在兩甲 然後之後慢慢的會逼近到鼻子 然後逼近到眼睛這樣 但它主要的 如果你看到被診斷的九招 基本上是兩角紅紅的 植肉的病人 他就是在U區 所以你會看到眉間 然後鼻翼紅紅的 然後下巴甚至到胸口 如果你的症狀很標準 你當然不會有錯 醫師一定會正確診斷你 可是如果你的診斷不太標準 比如說你鼻子也有 臉也有 就會被診斷的植肉 或者診斷的九招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好好的 談一下子肉跟九招的差異 為什麼把子肉跟九招分開那麼重要 是因為他們兩個的治療 基本上是南緣北側 像子肉性皮膚炎 我們知道它跟皮笑的報道性有關 所以子肉性皮膚炎的治療 它是被允許使用肋骨醇 可是九招在書上 正式的說法 九招很可能是肋骨醇引起的 所以只要你被診斷的九招 你是不准用肋骨醇 所以他們兩個的治療 基本上是南緣北側 子肉性皮膚炎跟九招在皮膚科醫師的分野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部位以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九招很有趣的是 它雖然也是從圈豆來 但是九招基本上不會發生任何的頭皮穴 但是我既然做肌肉監測 我當然要告訴你 肌肉監測在看子肉跟九招的差異 因為一個跟毛囊有關 一個跟毛囊比較沒有關 你看子肉性皮膚炎雖然講子肉 可是它跟毛囊沒有關 因此它們在皮膚鏡上面 你可以去查到很多的書上 它們有一個是點狀的皮下出血 一個是線條狀的皮下的血管增生 但是無論如何 在子肉跟九招的分野上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它分開 你就很可能子肉當作九招治療 九招當作子肉治療 那這樣會使得它各自的情況變得更嚴重 但是在肌肉監測裡面 我跟各位講 我們這十幾二十年的發現 我們認為子肉跟九招很可能 都是刺激後對毛囊的刺激 或對皮膚的刺激 它的兩個不同表現 那在醫學上 我們叫做光譜性的疾病 Spectrum 就是或者它是一個新的 我們叫症候群的 不同階段表現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講得更清楚 九招目前成因不明 子肉目前成因不明 但是九招有一個替死鬼很有名 就是毛囊蠻 然後子肉有一個替死鬼很有名 叫皮笑包菌 這個我們之前都談過 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去看ablog 毛囊蠻的殺族 目前有毛囊蠻的藥物 是專門用來殺蠻 然後皮笑包菌有抗真菌抗黴菌的藥物 那目前是用來殺的 可是它們兩個有一個共同性的部分 就是 九招性皮膚炎 子肉性皮膚炎 所以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如果你能夠正確診斷 其實子肉性跟九招兩個最大的問題是 他們常常會產生共病 comorbidity 共病就是說這個人又有九招又有子肉 那這時候你到底下或不下肋骨醇 你下了殺毛囊蠻的疾病可能使得皮膚發炎變重 那你下了肋骨醇可能是九招變重 於是我們 肌膚監測的儀式又跑出來 就是說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是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它是一個光譜性疾病 你想想看你恢復了皮脂的 正常分泌 然後你讓皮脂腺通脹 你讓水管 就是我們汗腺也出來 然後它可以溶解皮脂 所以 皮脂通脹又 毛囊蠻沒有食物 因為很有趣 毛囊蠻吃的是我們 那個皮脂腺裡面的那個角質細胞 然後皮脂腰包菌吃的是那些堆積的皮脂 他們兩個雖然是不同的 可是他們兩個競爭不同的食物 但是他們兩個跟皮脂腺的堵塞都有關 所以當你把皮脂腺打通 然後你的九招 Anyway它可以慢慢消失 你的脂肉 Anyway它可以慢慢消失 所以對於肌肉監測的醫師來說 我想這樣講 可能 會讓你覺得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們真正發現 就是說如果你的健康恢復了 你的皮膚就健康 也就是說 當你能夠重建你的酸性保護膜 你的重建酸性保護膜以後 你的毛囊蠻的數量會自然下降 你的皮脂腰包菌的數量會自然下降 於是你的九招會改善 甚至從此不太發作 你的脂頭性皮膚炎會改善 從此不太發作 這個聽起來很荒謬吧 是的很荒謬 可是它真的會發生 所以 我們很誠直的邀請你 一定要好好的運動 好好的讓皮膚正常的出油出水 那這樣子 你才能夠 不管它是脂肉或九招 你都有機會完全的擺脫它們